很高兴 能够在八楼 请问一下 余力 Yes 请问 谁能够了解我的心 我老婆真的吗 不办 那传统上我们都说一句话 可你睡破了三件原被 你还不懂得我的心 超久了 原被 不是只有超久 我跟你说 连变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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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能够了解妈妈的心意吗 不可能 孩子是妈妈生的 孩子能够了解 孩子 妈妈能够了解孩子的心意吗 不可能 就是你自己生的 就是你自己培养长大的 但是你不了解他 你多说两句话他就毁你了 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我想 就在我们眼前 天天在一起的人 甚至睡在一起的人 谁能够明白彼此 OK 假如我们神跟人的关系 就已经这么微妙了 请问 谁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有没有人 假如在我们面前的人 天天在一起的人 我们都能不能够了解他 他也不能够了解我们呢 请问谁能够了解 这个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的心意 不可能 所以在这里我要 请大家有一个很明白很明白的 基本的认识 请问王俊才牧师在这里传讲的 属灵的道 真理的道 就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吗 不一定 不一定 这句话是真的 这句话是真的 而且是千金万确的 千真万确的 千金难买 你早知道 那是千真万确的 OK 请问到现在 我讲到现在 你能够明白 我的了解吗 你了解你就明白了 你了解你就明白了 OK 一个传道人 一个传道人 他在讲述上帝 他只能够说 这是我摸到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 了解到的上帝 以及他的道理 但是真正上帝的心意 我能不能完全参透 能不能 不能 我现在摸到的上帝 是真的 但是不一定是完全的 随着孩子的长大 父母亲给孩子的东西 是有进阶性的 对不对 当孩子在长大的过程 父母亲给他的 老师给他的 假如是进阶的 孩子摸到的爱 是真爱 孩子领受到的信息 是真的信息 但是他都是不完整的 因为父母亲的心意 更深层的心意 更完整的心意 是在背后 上帝随着我们的进程 他不断给我们一些东西 但是请你记住一件事 你所摸到的 到目前你所体会的 不要把它绝对化 OK OK 到这里为止 可以同意吗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 许多牧者在上面讲 许多绝对性的话 把他自己的话 把他自己的理解 绝对做 这个就是上帝 No please 我们永远是一个 我们永远要在上帝面前 在真理面前 是谦卑的 态度是要谦卑的 请问到目前为止 你能够明白我吗 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可以 但是你能够明白我这一个人吗 不行 你还不能 就是我的太太 我能够了解她吗 不可能 因为夫妻之间有一些话 是不能随便乱讲的 超过了那个话题 分出四个 是不是 就是 儿女之间 父母这儿女之间 有许多话 是不能随便乱讲的 超过人来表现 压力太大 会出问题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是彼此还有 mystery 还有 那个 未知之处 OK 这是我今天信息的一个基础 Chris 他不听我的话 OK 我们再把这一段 我觉得保罗实在 我告诉你 保罗有个伟大 很伟大 今天基督信仰 很多时候都奠基在保罗 对上帝的了解 保罗真的是确立了 耶稣基督 这个信仰很多的基础 由保罗来确立 但是请问 保罗在所写的书信 注意哦 他写的不是圣经 保罗当初写的这些都是什么 只是一封信 他写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 一封信 他写给哥林多那里的一些基督徒 一封信 他当初写这些都不是为了要写圣经 不是的 是写给当那里有一些人 就像你写给你的孩子 你写给你的朋友 一封信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 那一封信 后来的人流传了之后 后来的人 几百年之后 大家不断在读那一封信 关于耶稣基督 大家读了读了读了 流传几百年之后 大家觉得 他这些书信太微妙了 太微妙了 所以就把它collect 把它收集起来 有许多的资料 就把那些神学家都把它排除 但是留了许多保罗的书信 把它变成新耶的正典 所谓的正典就是 到了新耶时代 基督徒这个就是我们 信仰的一个准则 一个准则 但是当初保罗的目的 不是为了写圣经 他是书信 你没法写给王敬才爱情的书 竟然能够成为 几千年来的爱情的经典圣经 可能吗 可能 不可能 莎斯比亚 不管他是多么天才 他写过的一封信 也不可能 流转千百年 成为一个典范 不可能 因为后代都不断在推翻他 征服他 但是保罗 但是我告诉你 在圣经里面的书信保罗 也留下太多不正确的东西 你相信吗 保罗写的每一句话都对吗 不一定 因为在圣经里面 在所谓今天我们的圣经 早期他写的书信里面 他对信仰也有许多不正确的 目前从两千年之后来检验 比如说 刚刚谁在这里带我们唱歌 检验解散或这里带我们唱歌 他是完全违反保罗的信仰歌 你能不能随便在这里 不行的 你能没有权力站在男人的面前 带领男人 你能算什么 怎么可以站到男人的面前去 说三道四 就是教导男人要如何信仰上帝 当初在保罗的理解不行的 而且 锦文他也没有戴着头罩 他的头发是不能外显的 他的面貌是不能让你看见的 这是圣经里 这是书信里面的保罗 对吗 有太多太多保罗的理解 我在这里 我要回到这里说 每一个世代 经过了2000年了 我们有很多东西推翻了保罗的观点 但是我们 即使我们现在有网路 那个畅通 可以征服我们许多生命的观点 哲学科学生物学什么的 但是我们所理解的还是只有 那么一小部分 不管你有多么天才 所以我写的书信 请只是给你 你不要把它拿到1000年后 成为别人的规范 要求别人去遵守 了解吗 那这是我个人给你的书信 有一些是完全正确的 有一些放到别人的生活规范里面是 没有办法套用的 但是在这里这一段保罗的话 关于上帝他的理解是太微妙了 我们来读一下 来 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 他的智慧和知识多么深奥 谁能解释他的决断 谁能探测他的道路 OK 到这一部分 他描写的是什么 上帝的奥秘 上帝的深奥 上帝的深不可测 所以谁能够解释他的决断 谁能够探测 上帝他真正的心意 他真正的能力 请问你能够了解这个宇宙 有多大吗 眼和细那么大 但是还有更大的细 然后可以有黑洞把这个通通吃掉 然后又可以播出一个新的东西来 宇宙观有多大 没有能够理解 宇宙观有多么微 那个真微小 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有多么奥秘的存在 没有能够了解 既深且光 这个就是照目者上帝 谁能够透 谁能够测 谁能够解释 No please 所以在这个上帝面前 我们就只有敬畏 然后知道自己的微小 OK 那落实到人间 落实到人间来 我又用另外一句话 宝的话也是宝的话 我们十二章十七节 一辈来 不要以恶宝恶 大家看为美好的事 要永远去做 要尽着全力 跟大家和睦相处 为什么把那一段 奥秘的上帝 引用到有限的神 跟神之间呢 OK 今天我给大家 看到的是春夏秋冬 许多人用春夏秋秋冬 这四个季节 for seasons 在解释生命 比如说小孩子 年纪还小的时候是春天 到了青年年代 青年的时期 他是夏天 然后到了中年的时候 哇 这是我 然后到了像我这一个年龄 中天 还昧 我现在慢慢进入这个成熟的 成熟的 但是不要被这个成熟的男人所骗 OK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进入这个 成熟的秋冬 OK 请问这里有一位 93岁的阿嬷 她是冬天的吗 没有 没有 阿嬷 93位 要去 90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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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差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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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经是冬天了吗 她已经是冬天了吗 哈哈哈哈 OK 年龄上市 实际上不一定 年龄上市 实际上不一定 OK 有一个大老板 她六七十了 后来检查到癌末 她的公司那么大 到底已经癌末了 到底这个公司有什么处理 三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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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没有人可以接 而是不知道交给哪一位 因为她有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一次过下 一家你就坐 所以做老的 这个老八祖 这一间公司 从五到有 这一间公司 能够成为国际型 但是她已经癌末了 怎么办 四个孩子 我要交给谁 假如真的四个人都不能够合作 那我走了之后 这一间公司一定出问题 交给外人 十四个孩子一定不同意 但是十四个孩子要交给谁 她很困惑 有一天她就一个一个 分别把他们讲到她的床前来 跟她的老大说 在四月份 三十月的时候 请你到 请你去找那个司机 叔叔 他会在你到一个地方 请你在四月份的时候 去照一张像 然后你好好去 就在那里有一个角度 在什么角度 然后你在那个司机伯伯的引导下 照一张像 回来给我 然后她又跟她的老婆说 请你在夏天的时候 就在夏天告诉她说 请你去找那个叔叔 司机叔叔 你带着我最好的那一部相机 在那里照几张像 把最好的照给来给我 跟老三 他也就秋天去 老四 冬天去 然后 等到四个季节的相片 四个人通通照回来了 然后把他们 把他们四个人通通交过来 他让他们春夏秋冬 跟他们说一句话 他说 在我眼前 你们四个人 从小一样到大 特别的结了婚之后 你死的就是这样 在那一半 在那一半 父母亲真的很难过 这样可以听到 你们在说对方怎么样 对方在说你们怎么样 长头滑的进来更厉害 那 我 又吃饱了 不忍心看到你们这样子 这个公司 未来的命运 我走了之后 你们到底能不能接 我要给你们一些 我要看你们怎么处理 因为假如你们十个人 彼此不合 彼此不合 在情况之下 我把这个公司交给谁 一定只有一个人 能够最主导 那谁都不能够彼此配合 其他人不能彼此配合 那这个公司完蛋了 我不希望我创造 一手创造出来的东西 在你们的手上毁掉 不然就交给外面 就算 现在你们四个人 照了这个 在同一个角度 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目的 你们照了这四张相 目标一样 只是因为季节不一样 照出来的相片 的景色也不一样 不一样 四个季节 有四个季节的景象 但是它的本体也不一样 本体是一样的 焦点是一样的 可是呈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你们四个兄弟 四爸爸妈妈的一块肉 都出于同一个根源 你们各自 彼此一不一样 展现出来的都不一样 但是常常人 就是为了眼前 看对方 跟我不一样 常常就有许多的 显眼显眼 就造成人一人之间 许多的冲突 不必要的困扰 然后就造成 彼此不能信任 然后彼此的 所谓的喜乐没有了 彼此的幸福感没有了 整个家里的安定没有了 就是说 这个都只是外省 都只是外省 人常常为了一些外省的东西 就真的迷失我活 喜多的话 因为你对我有误解 这个误解的事情出来 我听到了 然后就造成我对你的不信任 就造成我们之间的距离 对不对 所以他用这个春夏秋冬 来教导他的孩子们说 其实大家要的 事实上都一样 大家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能够兴旺 这个企业都能够发展 但是许多人的看法 许多人的立场 解释都不一样 请大家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 开悟别人 每一个人 就谨守你自己的分寸 OK 不同的人 就像这个春天 春天 一个季节来 哇 花样 很漂亮 春天很美嘛 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人 他春天的时候到日本学到 哇 这个啊 太美了 太美了 心心向荣 我给充满希望 夏天 茂盛发展 秋天 夜子变化 多端化 请问你要去旅游的时候 你是要夏天去 还是要秋天去 秋天去 有的喜欢春天 有的喜欢春天 有的喜欢秋天 对吗 今天你们有机会到 因为欧洲我没有去过 美国我去过 那东海岸 从加拿大 到美国这一段海岸 哇 太漂亮了 这个夜子的变化 初中的变化太美了 冬天 冬天别人说不漂亮 但是许多台湾人偏偏在冬天 要不要跑去 看去 对吗 别人不喜欢的 台湾人喜欢 你不喜欢的 我喜欢 我喜欢的 你不喜欢 这个叫做 差异 为什么要用 你喜欢的 一定要我也喜欢 我能不能把我不喜欢的东西 硬要你也说 硬要你也不能够接受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子做 有的人在我面前 我看他很讨厌 所以 你也不能够接受他 因为他很讨厌 所以我跟 你看了不好的做朋友 你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对吗 人就常常这样子啊 我说他很好 他很好 然后我 我说他很好吃 他很好吃 然后我希望你也能够吃 为什么要吗 你不要的 要我也不可以要 我告诉你 相信 人间就有一个这么奇妙的事情 你看为 非常糟糕的一个人 但是他偏偏就是我的好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在一人之间 我的好朋友常常就是你不喜欢的 你的好朋友常常不是我的味道 而是我的菜 所以人跟人之间常常就兜不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春夏秋冬 常常就在讲这个 那个师庭有没有在这里 师庭 刚刚在这里有没有 我们这里有一个奇妙的姐妹 他 他是一个在服药的人 许多张万地区 许多的团体他去过 没有一个团体 他可以待得下来 因为大家收不了他 他服药 而且他很主动很积极 他从三月份四月份 直到我们八月六号要洗 他就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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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要洗礼 因为其他有一些教会都接受他 因为是一个travel maker 很麻烦 我把这个议题 因为他常常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 不是我要洗礼 不是我要拍电话 要洗 找这一个找那一个 然后我的email进来了 我半夜十一点半 他就电话来了 或是我八月六号要洗礼 我心里很紧张 怎么办 我的见证不知道怎么写 我写到一半 我现在很紧张 八月六号 我写不出来 现在 所以半夜十一点半 可以把电话给我 然后手机啊 什么啊 我把这一个case 请教我们的小鬼 你知道我们的长老怎么说 我们的长老竟然说 牧师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理由 不知道他吸引吗 你觉得 长老这些话 好不好 温不愿意 还是很麻烦 我告诉你 隔一有两个阶段 什么 你真的受洗了之后 大概一天到晚之后 我们当中 OK 但是我听到的 不是这个麻烦的部分 我听到的是 这个教会的长老 最近有古教会的长老们 对弱势者很底叠 很有爱 今天早上 我看了他自己做制作的 小跟班 受洗记 他已经八月份要受洗 他现在已经把那个 自制作了好几个影片 他遵循信仰 门恩得救的这个 他已经做了 而且已经拖出来了 我今天早上看了 阿布阿伟 他的能力 超过我好几倍 我死都不会的东西 他竟然做得很坚持 OK 为了八月六号要受洗 他现在已经 everything is ready 但是他的行为 他的生活方式 对我来讲 他现在的生命警官 假如要你去归纳春夏就会 请问他现在 你会把它放在哪一个阶段 哪一个季节 春天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你会把它放在哪一个阶段 夏天是很茂盛 他的精神是夏天 他的精神 但是他的现状是什么 可以是春天也可以是冬天 对吗 对许多团体 跟他的互动是冬天 因为他在各个地方都被排斥了 大家看到他就是麻烦的那一天 但是他的很有心 不断不断不断 请问这样的人 需不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保护他 假如他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 我们都希望他出去有人可以保护他 我是祈求他 对吗 我要感谢上帝 我们的教会成为保护他的地方 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爸爸身上穿的都是庙里的帽子跟衣服 他的爸爸 所以常常 其实摩托车 带着他的太太 他的爸爸妈妈都来教会 我们教会看一下 然后我就看了 我就告诉他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事情在这里来谈 来看一看他就早了 放心他的女人在这里 OK 我只是用这一段说 请问 你明白我现在我的人生 我现在是 我现在你们看到的我 我现在是在春夏秋冬的哪一个季节 春天 夏天 秋天 眼睛应该是超高的 我看到的 哈哈哈 那就是心理的动态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优秀的人 他在人的面前 非常的令人敬仰羡慕 但是离开了那个舞台 离开了众人的眼目 回到家 他是在里面痛哭流涕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请问这一个人 他的人生状况是在哪一个季节里 没有一个人他是单独 存在于哪一个季节的 可能他同时存在好几个季节 外显的跟内心的 是吗 我只是用这个季节来显明几件事情 各位 我们与人在互动的时候 请我们无论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无论如何常常提醒自己 我的存在只是为了使人门户 使人因我门户 对吗 耶稣告诉我们 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的生命的存在 有几个目的 要做什么 容神 还有 义人 容神 义人 这是你我我们存在 这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非常重要的基本 the sense of our life 我们生命的本质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是一个full time job 这是一个前天后的职份 所以如果这样来说 请 有点时间 我们在对待人的时候 在对待人的时候 有时候要很小心 包括在开玩笑的时候也要很小心 因为当我不小心一句话 搞不好我会杀了一个人 因为我不知道他 我看到的是他的现在的外貌 我知不知道 我能不能明白他现在内心的情况 不知道 我也 我看到他今天来礼拜 但事实上我不知道 他进入教会这个building之前 在路上 搞不好他在车子上 他跟他的先生 跟他的孩子 在路上就在吵架 在家里就在吵架 他带着很受伤的心灵 搞不好他的事业 原本我们看到他的事业都很好 搞不好这阵子他的事业正陷入一个谷底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时候 一个人背后的事件 我完全不能理解 对吗 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基本信念之下 我说这个基督图 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 对待每一个人 因为他现在的情况真的不知道 OK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很糟糕很糟糕 你不要小看看 搞不好有一天三年后 变得你很糟糕 他变得 是人生另外一个面貌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在学校 你同班同学 当初你很看不起的那一个人 但是毕了一二二十年之后 想不到你是落魄的 他是成功的 曾经我看到一个case 一个很优很优的一个长辈 很优的长辈 但是他连续对一个 生命才刚开始的一个国中生 而且他的家境 他的背景 那时候他的个性 还不稳定 这一个很优的这一个长辈 对他说了一些话 让他受伤很深 四十年后的现在 完全不一样 那个曾经很优的那一个人 现在问题很多 但是那个曾经被他伤害的人 现在又在舞台上 OK 但是当两个人又在一些场合 许多亲戚朋友都有机会在一起 一些朋友在一起 都彼此连结 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开 那个原本有的那一个人的一些需要 这一个人 我想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说 My dear friend 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真的彼此有这样的体恤 我们救神 我们爱恨 我们常常不断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神啊 求祢帮助我 让我的言行举止 能够适得其所 进退能够得以 那我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 都能够使人因我们福 都能够容神毅人 那么我 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有一些人 有一种人的那个type 很辛苦很忙 很辛苦很忙 他做对了 他做了二十件事 但是他 在很辛苦的做二十件事 其中他五件事 伤了人 生命不断这样子反复 穷一生下来 他做过许多事情 做了许多好事 但是他背后不断有伤人的记录 穷到最后 他给人评价 我宁可基督徒师 你很平时的 尽心尽力做好你现在的事情 做好你现在的事情 而且常常享受其中 不是很劳碌的过日子 请问基督信仰给我们的概念是 你要一定要很劳碌吗 还是很喜乐天安的过日子 喜乐天安 先喜乐天安 然后适度的做事情 然后做的事情都好 让你觉得很棒 很好 有你真好 所以基督徒我希望 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就是 你把自己尽心尽力做好 所托付给你的 你不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 所以你把它打成 你身上不管有什么样的名号 只分只称 你把它做到八分好 八分好 然后每一件事情你做的 几乎都让人家可以赞上 你不是很劳碌 你不是很忙碌 你有你的动的时候 有你安住的时候 假如学生读书也不要太高 我觉得哪有 我们这些教会 在申请奖学金的孩子们 常常成绩都93 98 95 阿娘 请不要那么高 拜托啦 八十八分 八十五分以上就很好了 我常常说 留一点时间 让自己快乐 让自己 教会团期生活 让自己有社会的经历 让自己走一走 不要那么多的时间在鼓勋 因为生命是多面想的 不是只有成绩 让你的 你真的是有知识 而且又有许多的常识 造成你是一个有智慧性的人 一个智慧的人生不容易的 那么我希望 假如你现在 你是 在你生命的冬天 请不要在这里打盾说 我人生完了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No 冬天会过去 只要你的信心 你有信心 你能够建立 你在意得住 扣主得胜 你度过了那一阵子 度过了 世界又是你的 假如你现在 很兴旺 你处于一个夏天 进入秋天 我告诉你 不可以骄傲 因为 骄傲了 有时候 那个季节会过 你看到台湾 多少企业家 经过几十年 十五年的兴旺 到现在企业关掉了 我遇到一个人 他正 当他正在兴旺的时候 对他的太太很凶 很凶 结果他中风了 结果他一个时代的改变 他的关键 工厂端起来 又欠了三百 大概三百万左右的债 他中风了 需要他的太太来照顾他 太太很痛苦的来照顾 他中风了 我真的受不了 每次要喂他 要至少也将近两个小时 那七那六 那七那六 我会想到过 跪一样才扭到他 他别别了我都回路 他别别了我都回路 但是我每個人都回路 我心里很痛 但是我的生命 我的整个时间都被他绑住 想一想 过去在好的时候 他都在对别人好 都在凶我 现在他重逢的都要完全依赖我 然后我的生命就会被他绑住 我拿7 拿7 拿8 但是我很痛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心结 各位 我们想要注意 如果不睡你 丢白就丢白 所以整个一生是这样子拼凑起来的 彼此耶稣说 圣灵要我彼此相看就是彼此懂得 我的生命有时候有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也要注意我不下去 所以我要对别人好一点 当我下死在低谷的时候 你也不要放弃 因为你有神与你同在 只要你站立得住 忍耐到底的怎么样 忠逼得救 人类到底的 顿过了 后面就是你的春天又来了 所以生命就是在这样不断的 轮转下我们在被历练 成熟的生命丰富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OK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要再谈了 我们再来谈这一段 今天我们再来读一遍 我们再来读一遍 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 祂的智慧和知识多么深好 谁能解释祂的决断 谁能探测祂的道路 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多得益处 不要以恶报恶 要尽你的权利 与大家和牧相处 我以我的优点 请你来联解我 我有我的缺点 请你不要批评我 好吗 你有你的优点 请你珍惜你自己 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捡花为你的优点跟长处 你有你的软弱跟缺点 我不会提起 我会在众人的面前挖你的苍巴 有的话我会找你静下来 我们坐下来谈几句话 然后这是从心与彼此的早就 愿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因你我的生命更丰富 你也因我你的生命有安全感 更多的保护你 更多的恳惜你 春夏秋冬是轮流转的 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彼此 懂得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真的把这个样子的信仰 活出来 敬神爱的人 彼此相爱 一起祷告 上帝我们谢谢你 把这一本圣经设给我们当礼物 让我们好好去挖掘祂 去读祂 去使用祂 去活出祂的时候 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有祝福的 对别人也是一种恩典 恳求祢坚固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能发光的基督徒 世界上的许多人有哀求 有软厚 有需要 他是生活在黑暗孔邦当中 盼望你的爱充满我 盼望你的光照亮我 盼望你的坚强的能力成为我的帮助 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亮光 成为别人的帮助 引导别人归向真理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